噢,不行耶,剛剛那樣就紅線了 噢噢噢,屁股,我的屁股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這個節目是CIOC自動車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金爸爸 手環打開LINE 0秒開機台 幸美至香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香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區的 老師推車認得吧 GR YARIS 2022年我們這22年不是21的喔 今年的喔好不好 這叫做GARU Racing GARU 我講很像原住民話 我原住民學童喔 我可以開原住民玩笑的 你不要亂來喔 哪一組 有啦阿美組啦 八分之一啦 怎樣 哇公啦 GARU GARU 三顆LED頭燈 前面有Intercooler 然後這有兩個洞 有沒有看到 你知道幹嘛的嗎 洞風的 煞車的 它倒到煞車去了 空氣力學 啊這個就比較簡單啦 如果買白色的話 它就是亮黑色跟白色 整個對比起來還蠻 蠻漂亮的 不過這個目前 好像大多數 有交車應該都是 黑色白色居多 好像還沒看到其他顏色 我是還沒看過啦 我不知道 我記得這個鐵的 這個是輕量化的 鋁合金的 這個是輕量化的 這個是Carbon的 為了輕量化 GR團隊打造出來 就是為了要打造一台WRC比賽的車 Rio在卡前已經塞滿這個18吋的鋁圈了 然後再來一個BBS 代工的這個鋁圈 輪胎是用這個米其林的 PS4S 也是一個性能胎 這個輪胎是美國做的 然後這個最重要 大家最愛講的 Carbon車頂 1米8的輪虎 雙出尾管 下導流 用亮黑色處理 後面只有兩顆 倒車雷達 Only two 而且你看它這個GR4 我還故意用這種雅黑色的 很用心吧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跟你講WRC就是這樣 你今天如果它是在 像上次我們看那個CC Carola Quilus 那個會動不行 因為那個是市售車 我們就組裝有點軟弓 對不對 然後板件有沒有 ㄎㄎㄎㄎㄎㄎ 我在那邊看很薄對不對 在那一種車 會被嘴對不對 但是在這種車 怎樣 輕量化 輕量化 你保桿怎樣 WRC你要噴一下 弄一下 保桿有可能就掉了 你還是要繼續衝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是耗材 所以TOYOTA已經找到它自己的方向了 以後出完每台都做賽道版就好了 你敢嘴 後車廂 有點小 然後我那天看到這真的很兇工 你看 我真的不懂 我雖然知道它是一台 像廠車設定 可是這感 這很像外面在賣有沒有 遮陽 然後你有那個吸盤 然後吸在玻璃上 你看這個材質 這蟲子 它就是鐵絲圍一個框框 然後把蟲子揹在鐵絲上 就這樣 連個板子都不要 輕量化 你看這個線只掉一條而已 一般的 有辦法是掉兩條 它只掉一條而已 就這樣 輕量化 你敢嘴 WRC有需要這一片嗎 都拆光光好不好 電瓶後移 配重 你敢嘴 引擎看一下 這一顆是這個三缸 一千六渦輪增壓 目前三缸引擎最大馬力 兩百六十一匹 好不好 看引擎長什麼樣子 喔 我們有四板喔 我記得CHR沒有對不對 還是CC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CHR新有 我們有喔 喔 我跟你講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他媽的 啊你心裡想說我靜靜的 看你怎麼裝逼 哈哈哈哈 緊啦 新車啦 新車所以緊啦 代表我們沒常用啊 奇怪欸 四蓋上面還有一個紅色的 你看 紅色的烤漆 Curbo GR 喔 你看他這好帥喔 這排像不規則的耶 有沒有 好小顆喔 你看就這樣而已耶 不過這真的是一台 我看過 引擎室塞得最密集的TOYOTA 我上一集才稱讚過 他們很會 把引擎空間做出來 可是這也沒辦法 因為他車頭真的很短 他沒有多餘的空間去做 因為變物箱真的很大顆 他變物箱比一般的車大顆很多 超大顆的 這樣那麼大 當初一坐上來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的椅子 椅子目前已經是最低的狀態 他椅子真的太高了 他只能再高 所以低 我們已經到最低了 然後椅子呢 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喔 你看喔 他在前面是這個賽車椅造型 車紅線 中間有打洞的那個擠皮對不對 然後他有去 他這個賽車椅 我記得你看頭子還是可以調的 很少遇到賽車椅 一般都做固定的有沒有 對他是做可以調的 但是有一個地方很奇怪 你看他後面竟然是皮 超不搭 有沒有 是不是超級不搭 就很像女生上半身 穿紫色下半身穿黑色的 無情整層的感覺 你有那種感覺 我又覺得 怎麼看就覺得很奇怪啦 我們現在與其不論後面在不在人 就是有點怪 我覺得內裝相較於他的引擎 跟他的底盤 其實沒有那麼多東西好講 有一個地方也很奇怪 這個很像是突然長出來的 它好像跟這個沒有融為一體 那還有一個 我當然我站在 我們現在與其不論 我現在很怕 講一講會被人家講說 厲害了 這廠車 咱們還是一樣 我看到什麼講什麼 好不好 因為我又覺得我花180 90萬當然希望還是要有點質感 我知道他廠車 我知道他的引擎很棒 便利箱很棒 底盤很棒 但是消費者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無論是花90萬還是 190萬 他都希望車子是更棒的 這個恨鐵不成鋼 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我們只能站在這個立場 然後他的儀錶的材質 真的很兇工 我覺得比國產家律師的儀錶還要爛 我跟你講 我們店裡有那個 國產的大壓 你等一下去拍 我跟你講 那個儀錶板都比這漂亮 真的 材質都比這好 他沒有任何元素在裡面 有沒有 就很簡配啦 很陽春啦 然後這個就是很突兀啦 就很像後面才加裝的 那當然他還是有carplay 我記得沒錯的話 那這邊有三個按鈕 你可以選擇 Normal模式 Sport模式 跟Truck模式 都可以從這邊選擇 這邊有一個雙區恆溫系統 那他比較特別 他的免鑰匙啟動 有寫上GR的一個字樣 那當然所有的方向板椅子 走排檔的護套 手剎車護套 全部都有車上紅線 營造出一個熱血的感覺 門板上面當然 除了這個類幾皮 大面積的類幾皮以外 其他的就是塑膠 中間有一條亮黑色的線點綴 好不好 黑色的屋頂 基本上用料就很普通啦 很普通啦 我能理解到 錢應該都花在別的地方 好不好 欸講完了啦 接下來我們就出去試一下 好不好 這個車應該是要用試的比較 比較high一點 好啦出去試車走 Ultra DASH Z3 超級最強的Dual Lens 金爸爸 手款打開LINE 0秒開機台 幸美至香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香 想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有開好幾天的 開好幾天的 被所有車品 據說是全球的車品 一致公認大推的車款 對不對 全球嗎 全球啊 有人唱全球好不好 那你要當唯一一個 所以 我就 我剛剛真的在想 我們一個二手車商 我們有需要為了流量這樣做嗎 今天是這樣子的齁 這個叫做什麼 有一個成語 你知道嗎 有一個成語就是 當大家都說這個好 你不能說不好 那個叫什麼 哈哈哈哈 那個叫什麼 叫你念書不念書 我也沒念啊 哈哈哈哈 反其道而已 不是啦 好啦 反正就是 該怎麼辦 哈哈哈哈 我們該怎麼辦 因為這是一台這個 性能很強悍的車子 那的確 它在這個 它出來也有一定的熱度 要不然不會定到缺車等車嘛 它一定是有它的水準 所以現在 無論我們嘴它什麼 這有點類似那個 SWIFT SPORT那一集一樣 無論我們嫌它什麼 怎樣 賣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無論我們嫌它什麼 W啊 你是不知道喔 你要嫌它隔音草 WRC 廠車你是怎樣 你要嫌它這個 風切聲大 啊廠車 你要嫌它空間小 啊就廠車 你要嫌它內裝做得不好 啊廠車咩 你是聽不懂喔 你都沒有比過賽 對不對 你懂什麼 會變這樣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這個 隨波逐流好了 哈哈哈哈 我們就一路戰爆這樣 從頭到尾就 哦 哦 哦 看到我眼角的淚沒有 哦 哦 哦 我好興奮啊 我終於開到暴力壓了 200萬的亞綠斯 怎麼辦啦 這一集回來拖了一兩個禮拜 沒拍就是 我們不知道該用什麼 好 角度跟方向 來面對這台車子 好啦 那我們還是這樣好了 好不好 這個我們要先聲明 我們不是為了流量 好不好 因為 我只是想要 提出最真實的感受 你看底盤的噪音真的很大 我現在在裡面講話很大聲 我簡單講 完全是沒有隔音可言的一台車子 簡單講就是這樣 我講實在話啦 我們以在台灣來講 並不是每一個買這台車的人 他都是 要去跑WRC 還是在台灣上路就是WRC了 呵呵呵呵呵 就是隨時他的路面狀況啊 坑洞窟窿啊 還突如其來的腳踏車自行車行人啊 都是在這個WRC考驗的範圍內 有可能啦 好啦 如果你認為是這樣 那這台車真的蠻 蠻適合蠻有感的 但我覺得是這樣啦 這個跟我們之前我試這個 喜美Type R一樣 就是當它是200萬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期待說 哇200萬的喜美 或者是哇200萬的暴力壓 到底是什麼感覺 我看了那麼多車評 戰身連連 看那麼多影片 甚至這個盛況空前 訂到真的要缺車等車 加價買 我們也是加價買嘛 那到底為了什麼 但我從幾個裡面我講一下 火瓶故事這樣啊 現在電動車越來越風行 那其實越來越少的車廠 願意花時間 花金錢 去做這一種熱血的車款 汽油車款 再來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電車普及 真的沒有人願意花錢 做這個東西 但是 那咧阿蘭嗎 阿蘭嗎你知道嗎 瘋田張蘭 哈哈哈哈 還是願意花這個大筆的經費 去打造一台 去比賽的一台車子啊 所以喔 我覺得 這一台車應該 未來啊 應該保值性也會蠻不錯的 這樣子一個熱血的手排車 真的越來越少了 所以喔 我跟你講 其實我認為這就是一個 有錢人的玩具 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不覺得我有錢啦 但是我車也夠多了 但是你要我 把一台 將近兩百萬的車 放在那邊 等我有空的時候 去開開玩一玩 我真的做不到 沒有那麼傷勢 你知道嗎 醜小鴨的故事 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你知道嗎 你不是很認真很認真很努力 然後哇 終於變天鵝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 是一個不好的故事 你知道嗎 因為它告訴我們喔 你的人生在你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出力好了 對吧 它當初出生的時候 不是天鵝 它長大了 有可能變天鵝嗎 它永遠都是手小鴨 它再怎麼努力 了不起也變薑母鴨而已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我覺得它這個車 它主要啊 最貴最貴的地方 應該是在於第一個 它的車體設計 PENGA嘛 PENGA底盤嘛 前面是B後面是C啦 C的話是那個卡羅拉的屁股啦 然後我記得它裡面 這個有兩個脫身的差速器 它強的地方是在它的底盤 當我們在一般模式的時候啊 它的輸出比例的話 是前輪60後輪40 然後當我們把它轉到Sport的時候 它的比例會變成前30後70 你變成後驅車 然後四輪傳動就變成50比50 你開起來你會覺得 你像是一台中置引擎的四輪傳動車 因為它這個底盤結構 跟它的這個差速器 跟它的這個比例設定 輸出設定 會讓你覺得說 很像你娶了一個老婆有沒有 然後有三種不一樣的性格 多重人格 多重人格 對不對 食而溫柔 有時候又當S 有時候又可以當M 有沒有 所以這個 非常地划算 有沒有發現我開不一樣的路 我現在仿造WRC的道路 你知道嗎 我前面有前導車 有沒有看到 前導車 我來轉Sport 然後把IMT按下去 它IMT就是 我現在退檔 它會補油 退檔 補油 有聽到它補油的聲音嗎 有啊 但是沒有特別大的聲音 對 因為我轉速沒有拉特別高 然後它的轉速啊 都可以拉到紅線去七千轉 這也是一個高轉速的引擎 而且啊 它在換檔的時候啊 你可以感受到 非常強烈的機械感 無論是你路檔的那個 金屬的那種 敲擊聲 還有啊 它這個整個路檔的手感 它為了要讓你的 排檔感接近方向盤 所以它這裡有 特地 比一般的Yaris 要升高 熱好像20公分吧 我也忘記 有升比較高就對了 你看 這個換檔距離很近 有沒有 好 這換檔距離很近 它的排檔行程 其實還蠻短的 好不好 它排檔行程 其實不長 好 這個已經接近快排了啦 相對於一般原廠車來講 其實它已經是縮短多了 欸 我現在是Track模式喔 喔 所以剛剛是四驅喔 對 我們剛剛是四驅 難怪黏那麼緊 超奇怪 我剛剛那個彎 我覺得屁股應該要會滑啊 好原來我們剛剛一直是用四驅的模式在開 50比50在開的 好啦 基本上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有 真的是很有樂趣的車子欄 不過其實配備還不錯喔 它前面有一個台頭顯示器喔 包含你的車道 都在這個台頭顯示器上面都會顯現出來 然後這個還有這個跟車的系統 ACC嘛 那唯一我覺得很奇怪沒有盲點 你要送也送多一點 我都已經花180幾萬買一台 倒立壓了 它剛剛一直嗶嗶嗶 就是那個車道偏移的景色 欸這個路 我們看這個路真的很像WRC比賽的路 很像啊 你看前面又高高低低 感覺可以飛起來 對啊 它這個彎我們就是三檔 喔有沒有 喔欸有欸 喔沒車 副駕駛是不是要幫路 幫路 幫路喔 喔欸很像欸 真的很像在跑欸 OK 應該可以在這裡辦吧 呵呵 你這個居民抗議啊 靠腰 現在什麼模式 現在Tracker啊 現在Tracker啊 要調一下Sport 又挽沒車 它特性馬上就改變了 剛剛四輪傳動是 過彎是連地很緊嘛 那一改成Sport模式之後呢 你會覺得屁股稍微的滑動 比較 你會覺得整個過彎是比較順暢的啦 然後四輪傳動的是比較暴力的 它那種暴力過彎法 然後Sport模式它就覺得是 我啦我自己開起來我是覺得 是比較流暢 從後輪推送我就覺得比較流暢 它的渦輪在2500轉的時候就可以開啟了 所以其實已經算很早了 你基本上一起步渦輪就差不多開了 而且到4000轉的時候就幾乎發揮出來 所以其實它的發揮的那個區域啊 非常的快速 絲毫都不會有那種渦輪磁勢感 這開起來不像渦輪車 以前喔 小時候啊 改車就是這樣 小時候比如說這個March 手排的又有人玩啊 改裝啊 對不對 但是那時候喔 台灣都是五門的嘛 但是你只要路上出現一台三門的March 哇喔 驚為天人 好啊 那你說K8是不是三門的 你如果在路上出現一台五門的K8 你知道有五門的K8 沒看過嗎 有五門的 改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日本有 好像北海道還哪裡有 你如果五門的K8出現在路上停在路邊 喔哇喔 驚為天人 就是屬於那種你停在路邊 會被人家拍照上傳的那種車子 所以現在來的這台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少數 那以前只能用這種 改裝啊 改造啊 切割啊 或者是零件車啊 在台灣才有機會出現這個東西 沒想到現在竟然可以 就可以換哪一台 三門的Iran 我們把它貼Iran貼子應該很屌 而且還蠻像的喔 又白色的 對啊 蠻屌的吧 可以喔 不行欸 剛剛那樣就紅線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屁股 哈哈哈哈 我的屁股 哈哈哈哈 剛剛屁股出去一下你有感覺嗎 我發現我開很多款車子在這邊 我是不是說二檔可以從頭開到尾 但這台車不行 這台車二檔是沒有辦法從頭開到尾 剛剛我二檔其實已經到紅線了 所以這台車應該是持比比較密的設定 它應該在這邊是要二三檔很頻繁的替換 不過這台車要開得好 我覺得要一段時間熟練 雖然它日常代步很順暢對不對 它不是一台可以讓你很快速上手的車子 我覺得 所以三道的部分 對三道我覺得這個要很多練習 因為它太過於敏捷了你知道嗎 過彎的特性我抓不太到 那我技術不夠好 然後我如果硬不喜歡的話 我是不喜歡這方向盤其實是有一點不就手 有一點滑 所以我剛剛很多時候其實我抓得很緊 因為它會滑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這個拇指的弧度非常的小 有做但很小 所以我剛剛其實很多大多數的時刻 其實我已經滑掉了 然後我就握得很緊 因為我在彎當中 我不能鬆手啊 加上這個路面又有點坑洞 因為過於軟了 然後左右也是你看 其實左右的空隙 我算胖了耶 我沒有要求它夾著我 可是它兩側的翅膀有一點軟 那比起我們之前其他遇到的一些 其他廠牌的原廠椅子 我覺得它這個椅子是偏軟的 不過底盤真的是沒話講 好啦這個大玩具可以買回來玩看看 我相信這個留越久應該以後是越保值 那這台車我們當初去高雄 我們是超定價買的 買到的金額是193萬 我們超定價8萬買 能賣多少我也不曉得 啊我發現這台車的東西 你看喔 我現在一檔對不對 它一熄火你馬上踩一下離合器 它會自動再發動 等一下喔 我打雙黃燈喔 我們不要在這邊試太危險 比如說這樣有沒有 我們現在錄一檔嘛 我現在踩離合器對不對 那我放囉 有沒有它自動發了 有沒有 它剛剛熄火了 以後我把那個離合器踩著 它自動會發動 我在想它這個可能是怕你危險 比如說跟車 你跟到沒退檔啊 我不知道我猜的啦 這是某一次我離合器放太快 偶然發現 我不知道有這個功能 因為熄火正常人家重發了嘛 對後來我發現 你一熄火你會緊張 馬上又把離合器踩下去嘛 結果它竟然自動發動 神奇吧 上次雖然講說那個 我不是說我們有一個客人 他兩台車都有 Type R跟這個 我還真的認真想過耶 可能因為我 我對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四驅系統 或者是 我覺得這就呼應到說 每個人的 對於車的需求不太一樣 你如果依照我 對於車的需求的話 一樣的錢 我可能會去買 Type R 因為比較多個門嘛 不是不是 我覺得門也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整個 開起來的感覺 跟乘坐的感覺 我覺得是比較舒服的 這真的 開的人很爽 但是坦白說 坐的人一定不舒服 那當然因為 我考驗到日常使用嘛 有些人就像我講 他可能日常就在開WRC 他沒有在忽然別人 OK 這個車就OK 但是你真的讓我認真說 我要這台車 我要留下來這樣開開開 我會選Type R 其實我開車是高速道路比較多 因為像我周遭有些朋友 他可能一有空 或一放假 他就想去跑山路 所以他買這個車是OK的 那我不是啊 我就是日常生活使用 所以對於我來說 如果真的我要留一台車下來使用的話 我可能 我會選Type R吧 當然我很清楚說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不好 不要嘴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知道 媽的現在要講話都要講得清楚 但是我就說兩台車價錢差不多嘛 依目前看起來 年份也差不多 價錢上面也差不多 那如果真的讓我選擇一台 那對我來講 我真的我會比較 比較傾向Type R 對啊 因為我覺得它對它整個 綜合起來 我評比起來 我是比較喜歡的 好了 到了 我們接到播了 Savage on his deep In the gyms Sweet the R.I.P. Practice in Tai Chi Keep it chill Mental LIT Keep it ill psyche I'm so f***g cute b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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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開車還要去接我老婆 她上車她當做亞律師一直坐 後來奇怪怎麼會有手牌 我說你知道這車多少錢嗎 他說不知道我說快兩百 他就在那邊看喔 為什麼 女人不懂啦 你知道那個女人有幾大 有一些問題我可以講出一連串 女生吵架壞輸的時候 最後大決就是你那麼大聲幹什麼 你現在想吵架就對了 大決嘛有沒有 還有喔 你每次吵架完對不對 可能比較平靜一點 女生就會跟你講說 你下次又不要那麼嘴硬 你就認錯就好了 你就道歉你就沒事了 我們就不會吵架了 我就喔好好好 筆記有沒有 下次真的要吵起來了 對不起我錯了 你錯在哪裡 蛤你不是說對 你錯在哪裡 又吵架 有沒有 帶笑那麼開心 有那種既視感喔 比如說會發生一個情形嘛 可能這個被老婆 另外一半看到你的手機 可能跟這個別的女生在那個 對不對 或是你偷看一些有的沒的 被發現了 然後就被老婆罵了嘛 你看這些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跟女生在那邊聊天 是不是怎樣怎樣 好對不起我改 有沒有 他原諒你了嘛 然後你真的改了 你改密碼 那以後不再賴聊 我改成用微信聊 這樣是不是也算改的一種 然後你跟女孩子約啊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出門 每次要出門 你可能這個 問他說 欸好啊 這個你跟他約了嘛 說你現在到哪裡了 對到眼影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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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 Dash Z3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金爸爸 手寬打開Line 0秒開機台 性美至香 您所尋找的天然好香 對到眼影了